1900年,在希腊安地基希拉道附近,一名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艘五代货船,在货船的残骸中,发现了一种机械装置,这种机械装置包含有复杂的青铜齿轮系统结构,人们把它叫做安地基希拉机器。 经过检测,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到150年左右,也就是至今2000多年前,很难相信,2000多年前的古代人就制造出了这种机器。 不仅是制造出来,而且安地基希拉机器,还是相当闲心的计算机。 它拥有30多个齿轮和转盘,可通过手摇曲柄,让可渡盘进行转动。 可渡盘的转动可以预测未来的某一天,太阳和月亮在那一天,位于12光图中的具体位置,以及月亮人缺状态,是否会出现日月时等。 甚至它还能预测古希腊时期已知的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和土星的运动状态。 迪福大学的天际物理学教授艾德蒙子表示,他们使用非常现代化的技术,揭示出安地基希拉机器能够进行加、减、成、出运散,能够制定日立,显示太阳和月亮的位置。 但是,安地基希拉机器还考虑了月亮拓圆形的鬼恶耶素,所以它的精确度不一般。 他们复制出了安地基希拉机器的模型。 模型显示,安地基希拉机器在一个木质容器中,安装有37个齿轮,外部各有与天体运动相关的文字。 2001年,一个英国和希腊联合研究小组,通过三维X光科技,终于发现了一段描述该机器的希腊失传名文。 这一失传2000年的名文,显然提到了该机器。 研究人员相信,古代希腊人正是用它来预测太阳系行星的运动。 而在那个时期,人们仍然认为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。 由此看出,能够造出这样机器的人,极其聪明,智商很高。 很多科学家因此引出了许多谜团,谜团之一,同时带其他精密机器到哪里去了? 埃德蒙说,我们的发现派生了第一个疑问。 那就是制造安地基希拉机器的人,在同一时期还制造了那些机器。 它们在哪里? 它们的存在说明什么? 一定存在一整套发展机制。 就像如果没有最早的蒸汽火车,就不会发现出现在的高速列车一样。 因此,我敢肯定的是,人类迟早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安地基希拉机器。 这些机器或许已藏在某个为现在人类所不知的角落。 一旦它们被发现,人们对希腊乃至地球文明的认识,恐怕是要改写。 米团之后,同样的科技,为何希腊早了一零零零年? 科学家认为,安地基希拉机器的科技,领先世界其他地区一零零零年。 这是现今的科学认识所无法理解的。 米团之三,古希腊的文明究竟源于何处,又走向哪里? 安地基希拉机器,是否是远古人类文明的一物? 米团之四,安地基希拉机器的发明者,是古希腊哲学家吗? 当前尚不清楚,安地基希拉机器的设计者是谁? 德国的佛朗格斯在《自然法制》上发表过一篇论文,说这一模型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信息。 他表示,新破译的与天体运动相关的文字似乎表明,安地基希拉机器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。 爱德蒙斯将安地基希拉机器,称作是独一无二的,在天文学历史是没有其他技术可以与他媲美。 直到中世纪教堂用的大中出现前,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复杂的机械装置。 没想到,遥远的古代人就有了这样的技术,也许地球上真的存在过我们还未了解的高度发达文明。 他们拥有闲心的科技,那些神秘的文明还有大人们去发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